假設今天戰場是發生在兩岸的話 在台海的話 在台灣的話 你說這些西方國家他就選 這些國家是唯利是圖 不要再被騙了 我們遇到的國際處境就是 我們是會被犧牲 就如同烏克蘭被犧牲一樣 如同烏克蘭被孤立一樣 所以已經打了四個多月 打了一百多天 你還以為美國會來救我們的朋友 你病得不輕 美國到底有沒有出兵去烏克蘭 沒有 打到現在一百多天 一個美國大兵都沒有 那你就不要相信拜登在日本講的鬼話 我要軍事介入台灣 介入你的叉叉啊